肝臟疾病要小心 家人好意 反而潛藏危機 一個男性患者 他本身是肝硬化 家族發現他最近 脾氣變得非常地暴躁 一看就知道 這就是肝昏迷 他有一個女兒 長期住在美國 回來陪伴他爸爸 每來大魚大肉 肝硬化的患者 不能吃太大量的蛋白質 但是會產生一個胺 過多的胺 他可能跑到他的腦子裡面去 影響到他的意識 產生所謂的肝昏迷的現象 是 週末 週末 夏五點 東森 週末 台 三十二頻道 一定吃好了